叫做聚财酷池水 什么叫做聚财酷池水 聚财酷池水 我当初在研发制作的时候 我就想说 人家说有财没酷 我们知道八字一看 你这个人有财无酷 什么叫无酷 在我们的八字十二弟子里面 拿几个字叫做酷 有四个花对不对 然后四个意玛四个酷 在八字里面 哪四个字叫做酷 天宇最厉害的 对就是陈虚丑味 好那陈虚丑味叫做木酷 就代表存钱的地方 那在一个羊仔里面 我们现在是在讲羊仔的开印产品 在我们的羊仔里面 四季 因为我们的每个月都会 只丑一毛 对不对 五行是在绕 所以在八字的理念里面 十二长生里面 走到木酷的月份 我们已经把它统计好了 一月跟十一月 这个是阴历 他的木酷味 是在正南偏西 就是在味 十一月跟一月是在味 味叫做快正南偏西 那八月跟十月 八月跟十月就在陈味 在陈 那接下来 这个叫做五六七十二 是在丑味 二三四九 是在虚味 好 这个是属于家里的 木酷味 那如果你的八字没有酷 没有陈虚 丑味 这四个字 我们不是有年月日始吗 你没有 但是你很会赚钱 一样存不住钱 除了你可以 佩戴 八字转印金牌 陈虚丑味的这一些字以外 你可以在家里 如果你是做生意的 也可以在你的公司 或在家里面的 这个四个环位 陈虚丑味 放这个叫做 聚采裤持水 人家说 滴水穿石 对不对 我这个就是 找了一个池塘 然后有 十二个古铜钱 然后有 两个大铜钱 这个都有意义的 然后慢慢的 这里有水滴 对不对 滴 滴 滴 越滴的话 这些水 就越来越满 那我们刚刚有强调过 水管材 三管人丁水管材 如果把这个图腾贴在 陈虚 丑 味 就贴在这四个位置 就代表我们每个月 都可以轮得到 每个月都有 钱一直一滴 一滴 一滴的存起来 所以 当初研发这个的时候 就是去写的 去学了一套 哇 这个很棒 所以我就去 开发了这个 所以我目前公司 就是陈虚丑味 我就不要每个月 动来动去的 每个方位 陈虚丑味 这四个方位 我都贴 这一片 代表就不用 每个月去换了 如果说你 只有 想 只有买一片 那你看 你就一月份 就要贴在 位的地方 二月份 就要搬到 虚的地方 三月份 再虚 四月份 再虚 五月份 又要搬到 丑 怕忘记了 怕忘记了 所以 一次就是 贴四片 这是一个 完整的八字 跟羊仔里面的 十二长生的 木库位的一个概念 那既然我们都在讲说 柴 水网 低处流 我们一定要有 储蓄的概念 所以这个木库位 这个图腾的 研发就是用 记忆这个理念 好 那如果有学过 有跟我一起 分享过 学过 两载的都知道 水是不能 随便乱摆的 因为水摆错地方 落财很快 但是这个图腾 就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损财的 因为真正会动到 损财 净财很快的 就是真水 所谓真水就是饮水机 对不对 还有风水球 还有流水 鱼缸的水 那个都是洞的水 那个就不能随便乱摆 因为摆水 一定要摆在 像金锁玉冠里面的 六七八九的地方 比较适合摆水 那 辅心水法 也要摆在 静阴静阳 但是因为我们没有那个课 所以 那个是比较专业的 所以代表说 水我们 不能随便乱摆 那像这个据 采库持水 就是根据我们的 十二长生的木库位 这个就不是真水 所以就没有所谓 该摆哪里 会出问题 何况我们 这个图腾就是有规定 一定要摆在程序丑位 是因为 怕说有的人 他真的八字里面 真的没有库 那他真的很会赚钱 那为什么三十年来都存不到钱 可能就是 八字缺库 所以我们可以 从羊仔里面 他所住的羊仔里面 去补库的意思 这个叫做 库持水 像这个就是我 我公司里面贴的 四个地方 程序丑位我都贴 这个贴不能贴高 一定要离地面很近 因为水不可能是离地面很高的地方 贴越下面越好 因为水往下面流